好,同学们,我们现在来进行第六章这个专案资源规划里面的最后一个分段,EV实货值的控制。 那EVA我们在第三个,我们再从这个分段重点来看。 第三个重点,我们已经把EVA实货值分析跟同学们做了详细的讲解还有范例的介绍。 那接下来呢,那就是实货值的控制。 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在估计这个实货值分析以后呢,我们要如何的去管控。 这个就是管理管控。 好,我们来看看。 EV的真值控制或实货值控制有这样子的一些方式。 那Fix Formula就是所谓的固定公式计算公式。 这里面有不同的百分比。 那同学们要把这个记起来,0到100是最保守。 那这边0到100最保守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起初,就是我一点预算都不给你。 到最后完工的时候才给你百分之百预算。 那像这样子呢,那包商通常不愿意做这样子的这个包工的。 因为成本的压力完全要包商来承担。 那这是最保守的。 那还有第二种叫做Mistone Weighted,就是我们讲用里程碑来加权计算的。 好,然后第三种叫做Mistone Weighted with,就是缩写,WTH,WITH的缩写,With Percentage of Complete。 就是我们讲说除了里程碑加权计算之外呢,我们还再加上所谓的完成的百分比,完工的百分比。 这是比这个要稍微多一点点弹性,比这个上面这个里程碑加权要多一点弹性。 然后呢,如果说仅仅有所谓的Percentage of Complete,就是说我们完工的成本啊,这是一个由评估者所主观判定的啊,这个百分比。 这个是最主观的啊。 那Unit Complete,就是我们讲完工的单元数。 我们由单元数来计算EV啊。 然后最后一个叫Levels of Effort,就是我们讲说是努力的程度。 那这是随时间累计,时间远近累加EV的方式。 那这几种方式,这六种EV的增值控制呢,同学们要记起来的,就是说Fix Formula固定公式里面0到100是最保守的。 然后呢,完工百分比的这种估计呢,是最主观的啊,这个在考试的时候比较容易考到这个。 好,那为了让同学们啊,在如果说出考题都能够完全的解答的话,我们要把这个每个公式啊,要做一个介绍。 好,像是Fix Formula,我们讲固定公式。 这个0到100,这是完工以后才赋予它的这个实货值。 这是最为保守的。 那我们在业界的实物里面啊,就是有期初给25%啊,就是然后到期末的时候, 在节育款7%或者是20-80啊,这个是我们讲说20-80法则啦啊,这个其实在一般的包商来讲,这样子也呃,也不符合他们的期望。 好,那最常见的啊,业界实物是50-50,就是期初给50%,完工以后给50%的实货值。 好,这个是50-50是业界实物里面最常用的。 好,那我们讲0到100是最保守,那最常见的就是50到50。 好,这个很简单啊。 好,接下来是Milestone Weighted,我们来看这张表格。 Milestone 123,然后它的真值呢,123啊,就是我们讲说期别啦啊,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或是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 好,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地方是告诉你的数值啊,就是里程碑啊,它给你的加权数啊,第一个里程碑的实货值啊,是120,第二个是100,第三个是150。 好,那我们来看它的实际啊,那第一个期程完成第一个里程碑,所以120拿到了,对,如果说你评估的时间是第一个期程的话,这120就拿到了。 然后这是actual course,这个commute,就是我们讲ACC,就是accumulated,就是我们累积的实际,实际花费值120。 实际accumulated就是累积的啦,就不是那个实际成本啊,就是累积的这个EV值。 那你到第一,到第一期的时候啊,它就是累积120,到第二期的时候呢啊,那我们评估,如果你的评估时点是在第二期的中间啊,它也如期完成了二分之一啊,那这样子呢,可是它因为这一个工作里程碑还没有完成,针对这个整个里程碑而言,它只完成了一半啊,那它的实货值就是零啊。 所以这个120加零还是120啊,所以这边就告诉你啊,我们在评估时点不能够在中间啊,应该是在靠近这个,这每一个期程的节,时点再来再来做评估。 那第三个里程碑还没有执行,所以这是空白的啊,这叫做里程碑的加权法。 好,那如果里程碑加权法在配合上所谓的percentage of complete,就是完工的百分比的话, 那就有一点点变化了啊,那这个前面的这个数据呢,这个120,100,150都一样啊,这边的数值也都一样,只是不太一样的地方,这个地方多了一个估计啊,就是你在评估时点,因为它还没有到第二期的完工啊,你只到中间这段时间去评估的话。 那如果我们假设,第二个评估,就是这个评估点呢,是完工了40%,啊,那这个赋予的这个第二个里程碑的这个EV10或者是100,40%,对不对? 40%就是40,啊,然后呢,你第一期的120,加上这个第二期的就40,就160,啊,那这个40%的完工比例呢,由监督单位来判定,所以它基本上也是属于一种主观的判定法,啊,不过,它至少有完工了40%,你说40还是50,啊,那个差异啊,可能会有差异,可是差异比较不是那么大。 好,那如果仅仅的是percentage are complete,啊,就是最主观了,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例子,啊,这个数值已经有点变了,80,60,100,啊,里程碑我们不见的是123,我们用ABC好了,对不对?啊,第一个里程碑完成的时货值是80,所以第一个期程80,80,啊,这没有问题,等到你的评估时点是在第二个期程的一半,啊,一半,我们从这个线上面是看一半,可是呢, 评估是60,啊,完成的这个百分比是60,啊,你这评估的百分之,那60的百分之60,6636,80加上36是116,啊,其实跟刚才的里程碑,呃,里程碑再加上完工比例的这个评估呢,啊,这个是差不多的,啊,可是因为这个,我们在里面讲,这两种方法比较上面来讲,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完工百分比的判定,可有执行者, 专家或活动班底,是最主观的,啊,那其实你这个跟上面这个,啊,must on weight,再加上percentage,啊,complete,其实是一样的,啊,是一样的,只是我们在比较上面而言,我们讲说,如果你只评估完工百分比的话,它是最主观的一种评估法,啊,那unit complete,就是完工的单位数,啊,比如说工期,12345,然后预计做5个,6个,7个,8个,9,10个, 对不对,啊,那你的PV plan value是500,600,700,800,1000,所以很明显的,啊,你的预计和这个个数,对不对,那就是每完成一个是100,啊,那你实际完成了6个,那就是600,啊,那那个EV就是600,对不对,然后这个累计就是600,那第二个期程呢,啊,这个预计是6个,啊,6个单元,啊, 啊,可是你实际完成8个,那就是800,所以600加800是1400,啊,这是由完工的单元数,啊,来计算它的这个实货值的,啊,这个也是在业界上面比较常用的方法,啊,就是我们用完工的单元数来评估,啊,这个也符合实际的需求,啊,符合实际的状况,啊, 那最后一个,啊,叫做,随时间演进累加EV法,就是我们讲努力程度,啊,像这个,公期分成123,然后它的EV是200,300,600,对不对,那你实际累积就是第一期完成了200,第二期完成的话,就200加300就500,对不对,那第三期完成的话,600的话,那就500加600,等于1100,OK,那还是一样,啊,就是每一个期程完成以后,它才累加,啊, 这个就很简单,也很直接,啊,那这个几个几个的这个所谓的EV,啊,实货值的控制吧,啊,很简单,啊,同学们只要记得它的,它的要项就可以了,啊,好,